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929年的大萧条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华尔街总是能在危机中找到新的机会 这就像是每次你以为自己要被困在一个无聊的派对里 却突然发现有个人带来了比萨和啤酒 瞬间变成了派对的明星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许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可是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 许多创新和新机会也悄然诞生 比如当时的创业公司如Uber和Airbnb 正是在这个时期找到了他们的黄金机会 想想看 当大家都在担心经济衰退时 这些公司却在想 为什么不把闲置的房间和汽车变成收入来源呢 这就像是 你在家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旧玩具 然后决定把它卖掉 结果发现它竟然是个古董 价值连城 再来 我们不能忽视科技的力量 在危机中 科技往往成为转折的关键 金融科技 Fintech的崛起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许多传统银行 在危机中陷入困境 而一些灵活的科技公司 却利用这个机会 推出了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这就像是 你在一场足球比赛中 看到对方的守门员摔倒了 于是你迅速起脚射门 结果进了球 当然 危机中寻找机会的过程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许多投资者 在这个过程中 也遭遇了失败 这就像是 你在厨房里尝试新食谱 结果做出了一道 让人无法下咽的菜肴 不过 正是这些失败 让我们学会了 如何在未来做得更好 最后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危机虽然可怕 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转机 就像是人生中的一场考试 虽然压力山大 但如果你能够冷静应对 或许会发现自己有意想不到的潜力 华尔街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只要我们保持灵活的思维 和创新的精神 就能在危机中找到新的机会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困难时 不妨想想华尔街的那些故事 或许你也能成为下个转折的赢家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投资者的信念 如何在市场低迷中保持耐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投资者的信念 如何在市场低迷中保持耐心 这是一个既严肃 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因为在投资的世界里 耐心往往是惊 而焦虑则是赢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想象一下 您是一位生活在1929年的人 正准备进入股市 当时的市场 就像一个正在进行的过山车 突然间 您发现 自己正坐在最陡峭的那一段 眼看着股价如同滑雪板般直线下滑 这时候 您可能会想 我是不是该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 然后去买一个小岛 过上隐居的生活 但如果您能够保持冷静 并相信市场会回升 那么 您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获得可观的回报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关于一位名叫沃伦 巴菲特的投资者 他在年轻时 就学会了耐心的重要性 据说 他的第一笔投资 是在11岁时 买入了一些股票 当时他对市场的理解 就像一只小猫 对于水的理解 一样浅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经历了多次市场的起伏 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并且不断学习 最终他成为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 这告诉我们 耐心和信念是成功的关键 那么 如何在市场定力中保持耐心呢 首先 您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投资策略 这就像是为您的投资旅程 设计一个地图 让您在迷雾中找到方向 其次 您要学会分散投资 这样 即使某一个市场表现不佳 您也不会感到过于焦虑 最后 保持良好的心态 记住市场的波动 就像是生活中的起伏 总会有高峰和低谷 在这里 我想引用一位著名的投资者的话 市场是短期的投票机 但在长期中 它是称重机 这意味着 短期的波动 可能会让您感到不安 但长期来看 真正的价值会显现出来 所以 当市场低迷时 请记住 耐心是投资者的美德 而信念则是您在这条路上 最好的伙伴 就像一位老农夫所说的 种下种子 耐心等待 总有一天会收获满满的果实 希望大家都能在投资的旅程中 保持耐心 收获成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尔街的故事 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稳定性 在华尔街的世界里 稳定性就像一位神秘的舞者 总是在不确定的音乐中 翩翩起舞 这里的故事 不仅仅是数字和图表 还有许多有趣的人物和事件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个充满变数的金融舞台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29年 这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年份 股市崩盘 经济大萧条的序幕 就此拉开 当时的投资者们 就像是参加了一场不受邀的派对 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无尽的黑暗中 有人甚至说 当时的股市 就像一位不守信用的情人 让人心碎不已 这时候 寻找稳定性 就像是在沙漠中找水源 南上加南 然而 华尔街的故事 并不仅仅是悲剧 让我们来看看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 那一天 股市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暴跌了22% 这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让所有的投资者措手不及 有人形容 那一天的交易员 就像是 被困在一艘失控的船上 四处寻找救生圈 可笑的是 当时的交易员们 甚至还在想 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投资机会 这种逆向思维的精神 正是华尔街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些不确定的时刻 寻找稳定性的方法之一 就是多元化投资 这就像是你在拍队上 不止跟一个人跳舞 而是尝试不同的舞伴 这样 即使某一位舞伴踩到你的脚 你还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这种策略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时 许多投资者 因为过度集中于某些资产 而遭受重创 而那些聪明的投资者 则在多元化中 找到了相对的稳定 再来谈谈科技的影响 随着高频交易 和人工智慧的兴起 华尔街的运作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就像是把一个传统的舞会 变成了一场电子音乐派对 节奏快地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科技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但同时 也提供了新的工具来分析市场 帮助投资者在波动中寻找稳定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心理因素 在华尔街的影响 投资者的情绪 就像是一只不安分的小猴子 随时可能跳来跳去 当市场上升时 大家都像是喝了兴奋剂 信心满满 而当市场下跌时 则像是被打了针 瞬间失去勇气 因此 保持冷静和理性 才能在不确定中 找到稳定的基石 总结来说 华尔街的故事告诉我们 虽然不确定性无处不在 但通过多元化投资 科技的运用 以及心理的调势 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 充满变数的舞台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稳定性 就像一位优雅的舞者 无论音乐如何变化 始终能够随之起舞 希望这些故事和见解 能让你在未来的投资旅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舞步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华尔街的转折 以及如何在危机中 找到新的机会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 回顾了华尔街的起伏 发现危机中不仅有挑战 还有创新的机会 接着 我们谈到了投资者的耐心 如何在市场低迷时保持信心 并且学会了寻找稳定性的方法 这就像在舞池中 找到合适的舞伴 让我们的投资旅程 不至于跌倒 总结来说 华尔街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只要保持灵活的思维 和创新的精神 就能在危机中找到新的机会 耐心是成功的关键 而在不确定的市场中 寻找稳定性则需要智慧和策略 现在我们来点轻松的 面对市场波动 你是不是也曾有过 想要逃去小岛隐居的冲动 或者在一次投资失败后 想要把所有的股票卖掉 然后重启人生 别担心 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 就像我说的 投资的世界就像一场 不断变化的舞会 有时候我们会踩到自己的脚 但只要学会调整步伐 依然可以优雅地舞动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你的投资旅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有趣的故事 或者挑战 快来分享吧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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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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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